我们今年在国庆表演的群飞无人机 台湾在国庆和华堂上头 越来越多政风之下都会动用到无人机 这边在台北国的电池山入口气店上头 无人机也在背来到来地 我们会去挂载不同的可见光相机 或是双光镜头甚至扩音机喇叭 内巡演无人机我们主要是采用NVIDIA的硬体 搭配我们自己开发的演算法 在室内可以达到精准定位导航还有避障的功能 这次国庆电池山入口气店要办三天 四大联合包括AI没人忙 够几台尾车先从重量到无人回行机超过三百万间的潮汐 整部比顶这次行中四下 这方面的技术实力专业的主意 但是台湾在这次所向我说媒体拼出 替中国发卫生产的爱产品 如果一间媒体拼出 台湾一种产品被发现出现在发卫的三片中间 消息出来之后 他们发到台湾ADR国家露博1.7日下 外面又说台湾可能被美国调查 但是台湾也随着发声明 强调为日控日控日9月以来 继续完全停止对发卫的行为 也根本无比调查 经济部长贵地会面对这个问题 也很均心来回应 一般来讲都是要尊重这些规范 我们会跟这个业者重复沟通 实际上原因让外媒拼出这个消息 台湾ADR国家露博1.7日下 同学不多 字幕志愿者 杨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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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织者